印度人咬蛇的新闻时常发生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在恰里斯加尔邦贾斯普尔地区 有个名叫迪帕克的八岁小男孩 在玩耍过程中遇到了一条眼镜蛇 这条大胆的眼镜蛇缠上了帕迪克的手 一时冲动还咬了他一口 帕迪克大惊失策 本想甩掉对方的纠缠 怎奈这条蛇缠绕得十分牢固 为了自救 帕迪克一不做二不休 狠狠地咬了眼镜蛇两口 最终把这条眼镜蛇给咬死了 事后帕迪克被家人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毕竟被毒蛇咬伤可不是闹得玩的 但是医院里医生发现 帕迪克被咬的地方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 最后医生通过经验推断 这条咬人的蛇应该只是干咬 也就是只咬不释放毒液 比较毒蛇生产的毒液成本很高 得用在刀刃上 所以毒蛇一般会用这种干咬的方式 来警告打性动物 自己不好惹啊 别来站边 当然这样的事情断断不可模仿 2021年在印度比哈尔邦 一名65岁名叫马赫托的男子 他在回家路上偶遇了一条蛇 一般正常人都会躲着蛇走 这样你好不好相安无事 但是这一天不晓得是 马赫托喝多了 看到蛇不仅没有躲 反而还与蛇进行正面对抗 徒手抓蛇 被激怒的蛇随即给了他一口 不想却让马赫托越挫越勇 再把蛇抓到手里以后反咬了蛇一口 而且还咀嚼了起来 这条蛇也许是感到了侮辱 紧接着对着这个醉汉的面部 接连咬了十多口 按照常理啊 被蛇咬了这么多下 怎么也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查看一下 万一中了蛇多 弄不好小面就难保了 可是这位大哥偏偏不按常理出发 回到家对家人说 对方不过是条青桓蛇 而且还是幼蛇 毒性没那么大 不用去医院了 然后带着酒精就去睡觉了 结果这一睡 天然再也没有醒过来 同样是人咬蛇 这个六旬醉汉 为什么这么倒霉呢 被蛇咬了 这个小女孩还敢翻咬蛇一口 事后医生分析 很可能是女孩先动的手 在土耳其 兵戈尔市 一名两岁的小女孩在院子里玩耍 一强之隔的邻居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赶到后发现 小女孩嘴里竟然有条长达五十厘米的蛇 而且女孩的下嘴唇明显被咬伤 邻居赶紧救下了这个小女孩 并杀死了那条蛇 因为就一及时 女孩状态良好 女孩父亲表示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邻居发现 蛇在女儿手里 蛇咬了他 而他又对着蛇也反咬了一口 医生从女孩伤势推断 应该是女孩先攻击的蛇 因为蛇先攻击人 不会是瞎嘴唇 应该是距离地面较近的四肢 也就是说 家里院子出现了条蛇 女孩无指者无畏 抓着蛇玩耍 结果被蛇咬上下唇 然后女孩也咬了蛇一口 在我们看来蛇是一种很可怕的生物 但其实即便是毒蛇 也不会无缘无故咬人 首先 他们的毒液就很金贵 是需要消耗能量才能合成的 而且本身储存的毒液也是有限的 毒蛇需要靠它来躲避天敌和兽敛 平日里也会省着用 其次 人类并不是蛇的猎物 几乎没有蛇能够推下人 所以蛇类自然不会主动和人类过不去 然而每年全世界 大约有540万被蛇咬伤的事件 其中一半的伤口中注入了毒液 导致将近14万人死亡 在这方面 印度可以称得上是 世界上被蛇咬伤 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每年有将近5万人死于毒蛇之口 于是为了反制毒蛇 印度每年总会出现几起 人把蛇咬死的新闻 前面视频中提到的 八岁印度男孩 因为咬死眼睛蛇 自身安然无恙 消耀明气 登上了各大国际新闻 六旋老汉也紧随其后 生肯清环蛇 结果被咬了十多口 一叫不起 要知道清环蛇 可是印度名副其实的巨毒蛇 虽然他们很少伤人 但是人被咬伤后的死亡率 却高达70% 所以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 其实很危险 毒蛇虽说在咬人时 不注射毒液 只是用干咬的方式唬人 但是保不齐 他们会心血来潮 使用毒液也说不定 而且作为野生动物 蛇身上有许多病菌和寄生虫 以牙还牙难保不会得病 那么蛇在什么情况下 会主动伤人呢 被死掉的蛇咬伤 中毒昏迷 要说什么时候 毒蛇的攻击力最强 当属他们冬眠前和刚缩醒 以及冰尽死亡的时候 我国佛山特有医蛇羹店 这家店丈夫负责宰杀 妻子负责处理 舌头内脏的垃圾 多年来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但是直到有一天 老板娘在一次处理 被砍下的舌头时 被对方紧紧抓住不放 丈夫发想后 第一时间带着妻子就医 然而在去医院的路上 女人就已经毒发昏迷 不过好在治疗即时 女人捡回了一条命 被捡下的舌头咬伤 可比寻常时 被蛇咬伤又严重得多 因为此时的蛇 一旦咬着东西 就不会轻易松口 而且还会将储存的毒液 全部注入对方体内 力求天敌宿死 所以这时候 如果人被咬伤 情况会变得很严重 其实蛇只有在感受到威胁时 才会主动攻击人类 我们人类有意无意的一些行为 在他们眼里 可能就具有威胁 比如蛇虽说是冷血动物 但是他们却非常具有母性 蛇卵孵化期间 会不吃不喝的手在附近 所以这时候 人们路过或者靠近 他们会发出警告 如果我们不听警告 或是没有意识到 就可能遭到攻击 此外 主动挑衅 也会引起蛇的攻击 我国南宁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 骑着电动车回家时 在路上发现一头蛇 老爷爷可能不知道 对方是条剧毒眼睛王蛇 本来绕道行驶 或者等蛇走过了之后 自己再过去 双方也就瞎按无视了 可是老爷爷的偏偏 用狮子砸蛇 结果蛇被激怒追着老人跑 慌乱的老人 这时候不仅没有 骑上电动车跑 反而自己跑到了 路边的玉米地里 背叛脑后 被追上来的蛇咬伤 老人打不过 也只好认蛇拿捏 好歹恢复理性的老人 没有做进一步举动 最后蛇在老人身上 待了三四秒后 就离开了 老人这才骑上电动车 赶紧就义 因为就义即时 再加上被咬的伤口 只有一个毒液量叫少 老人最终得警 所以野外遇到蛇 我们还是能躲则躲 切不刻一牙还牙 对于进自家门的蛇 千万不要自己抓 最好请消防员帮忙